近几日的娱乐圈真是热闹 前脚你一疯刚翻车 王一博和王健尔首千年赶紧辟谣 有些瓜都还没有吃明白呢 现在又滚了一个出来 9月14日 有知名狗仔在Diktok上上传了疑似两名知名男艺人 在夜店积吻的视频 只见他们旁若无人 情难自艺 在热闹的夜店里就拥抱接吻 再类于有着不抱同的规矩 即使心知肚明 只要不出轨不嫖娼 都会给人留一条活路 谁知这狗仔传上外网 接他人之手又传到泪雨 如今网上早就传得沸沸扬扬 而这视频的人物都说像极了龚俊 龚俊是丹美俊出身 也曾多次传出同性绯闻 现象已云丛生 如今这爆炸型新闻 是真是假 又有几分可信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娱乐矿工 挖你一步知道的料 本期我们聊一聊龚俊 1991年 龚俊出生在四川成都的一户生意人家 父母做的皮鞋在当地有口戒备 因为父母忙 龚俊没人管 逐渐养成了叛逆的性格 小时候龚俊就喜欢一些刺激的活动 安齐一自行车 撞坏了好几辆 还有一次撞到墙上 嘴巴撞破 缝了好几针 虽然如今嘴巴看不出受伤的痕迹了 却留下了后遗症 直睛嘴唇 看起来都怪怪的 除此以外 他脸上还有被西瓜刀刺伤的拔痕 手上还有被烙铁烙过的拔痕 男孩子身上有些伤都是正常的 像他这么调皮 却还是手剑 因为贪玩 初中时龚俊就向家里提出辍学 父母想着家里有点产业 不至于儿子活活饿死 于是送了儿子去学女鞋设计 将来也好继承家业 但到了设计学校 龚俊又来不出镜子了 画画 裁缝 哪个不是精细的活 他做了两日便坐不住 又求父亲让他回去读书 然而自己要求了辍学 又不肯好好学手艺 父亲怎么会同意 硬实魔的龚俊 指天发誓 回学校一定好好读书 才可能又将他送回了学校 好在龚俊本身是个聪明孩子 稍微用点心 成绩就能上去 一直到高二 他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命运还会有如此大的转折 高二那年 三位艺术的老师来到他们学校 挑选适合参加艺考的好苗子 龚俊从小长相俊秀 身材修长 那想要挑选老师一眼看重 你长得这么帅 就是天生吃这碗饭的呀 说者有意 听者有心 从此龚俊心里埋下了一颗野员梦的种子 本就因为他玩 成绩中有的他 决心走艺考 学表演 2010年 龚俊高中毕业 如愿考上上海东华大学表演系 然而和大多数学习表演的同学不同 大学四年 龚俊既没有拍上广告 当上模特 更没有出演任何角色 他就在学校玩了四年 一直等到毕业一年多 龚俊才收拾完心 进组拍戏 但别人都是跑龙套积累经验 他却见走偏锋 在一部播不出的电视剧里 演了个妖魅善良的男同志 2016年7月 龚俊节拍单美作品《盛世》 盛世是由作者柴俊旦创作的B2文 势不格党改变了同名电视剧 在这之前 柴俊旦的另外一部作品《上瘾》 已经因为内容尺度过大 在2016年2月22日 全网封禁 盛世虽不如上瘾露骨 却也是讲述禁忌之念 又有上瘾的前撤之剑 几乎没有正经演员愿意演出 其中另外一名男主徐峰 原是一个模特儿 打拼多年 没有太大名气 他通过盛世进入演艺圈 也合情合理 而龚俊刚刚毕业 样貌身材俱佳 赖心几年 仍然有机会大红 却愿意拍单美 引人遐想 为此网上也出现过各种猜测谣言 有人说龚俊取向就是难 所以不避讳 在电视剧里能放飞自我 还有人以为 是柴鸡蛋睡了龚俊 只因为他长相外貌 太符合文中角色 非他来也不可 这些传言也就听一听罢了 真假难辨 不如来看看龚俊在戏中表演 到底如何 龚俊在剧中饰演的是 美人瞎要这个角色 这位在京城里锦衣玉石的太子爷 虽是一米八六的壮汉 在碰上总裁保镖后 就成了怀春的娇俏少女 两人为数不多的床戏 瞎要更是满目寒春 倒是一点不像被迫出演 因为花絮里都和另外一位男主 你来我往 顶嘴调情 还曾传出绯闻 好快啊 就贴在你 哎呀 2017年4月 这部剧原本腰带腾讯播出 全音不可抗力 并未上架成功 直到同一年的8月 出品方无可奈何 选择了点印的方式 在电影院播放了这部电视剧 最终沦为小众的狂欢和遗憾 也是这部剧的餐演 让龚俊的性向更加扑朔迷迷 在接下来的时间 龚俊倒是接到了不少好角色 尊丽农里的十一皇子 绝世前景里的原亲王中妩媚 但都缺乏记忆点 似乎离了丹美 就演不出灵魂 直到2020年 他和男星张哲瀚 共同主演古装丹美电视剧 山河丽才成功爆红 电视剧里 他饰演表面温润如玉 实则手段很纳 令人闻风丧淡的 青崖山 鬼谷谷主 温客行 对路上偶遇 乞丐装扮 却有一双漂亮蝴蝶骨的周子舒 一见清新 仰人推拉条情 在险恶江湖上 洁白而行 山河丽的原著 天涯客 感情描写 已经是隐忍 惠色 在丹改剧严查的2020年 山河丽的改编成功 既离不开优秀的剧本 也离不开 龚俊的眼中 活生生靠着眼神 完成了全剧的感情戏 用着网友的话来说 龚俊灵活地 运用自己的五感 调动全身肢体细胞 诠释了一个有文化的流氓 也不能说 龚俊是演这个有天赋 还是真性情 丹改虽令他爆红 自然也会引来不少麻烦 龚俊因为出演了 两部丹改的缘故 一个圈类大佬 2022年 女网友扒出龚俊和赵又齐 曾有暧昧 在龚俊喂火的时候 两人眉目传情 呼动亲密 这名叫赵又齐的男子 常常用侵略性的眼神 看向龚俊 而龚俊则一脸娇羞 搜索这名男子的个人账号 早在一几年 就发布了不少和龚俊相关的微博 犹如两人热恋一般 不仅发两人拧政了 还公然叫对方小表辈 自制了不少两人的表情帮 话说到这里 赵又齐到底是何方审慎 其貌不扬 却能和龚俊关起危险 据了解 赵又齐是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以盛基金秘书长 中影集团北影影视学校的董事 以及一大堆头衔 总而言之 在圈里混是排了上号的人物 两人昔日互动被扒出来后 赵又齐主动情词 只说是和合作过的演员朋友 开了不应该开的玩笑 但相信这只声明的却并不多 一是因为赵又齐在圈内早就出轨 二是龚俊同期 还有着其他丑闻 大家对他的人品搭上了个大大的问号 面对有钱有钱的人追求 他真的不会卖身求容吗 2022年4月 龚俊因为在防疫期间进行堂食 句不道歉 引发大众争议 网友创作热词 进攻堂食 一旦热梗出现 说明是惹老了 吃瓜网友了 不拔他的底朝天 不拔休 有网友就拔出 龚俊早年的社交上号 不仅发现他改了自己年龄 疑似已遇 还疑似 做过白马会所的男招待 距离怎么回事 我们一一来看 龚俊这个号的ID 叫做龚俊91 与龚俊同音 虽然从拼音拼写 不能完全认定 这就是龚俊的小号 但看齐观念的问题和问答 完全暴露了自己的大学信息 QQ信息等 这些都与龚俊的信息完全重合 在他发布的内容中 有一条问答来自2020年11月 龚俊询问 唐氏筛查以下编号是否正常 唐氏筛查及运件的一部分 龚俊如果问此问题 难道说偷偷已运 另外 龚俊的ID信息是否透露了 他是91年出生 而非92年 随后也有网友找到一份合同纠纷案 表明龚俊出生于1991年 出死以外 还有网友发现 龚俊在肖战被拳往黑期间 评论相关文章辱骂对方 这还没完 有网友爆出一段录音 例如是说 龚俊曾在白马会所当陪克男 即翻下来 龚俊胡诉发表了亲权生命 否认已欲 做陪克男 因为证据实在不足 也算勉强抱住了明星的身份 苍杨家授说 一个人要隐藏多少秘密 才能巧合的度过这一生 把这句话改动一下 送给明星也合适 一个艺人 要隐藏多少秘密 才能巧妙的维持住人设 如今再爆大褂 龚俊方还没有任何回忆 毕竟这种似是而非的传言 否认只会把事情闹得更大 但如果私下处理不了 石锤搬上台面 那恐怕又引发全类大地震了 进退两难 龚俊会如何处理 大家又如何看待此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 如果喜欢不妨点个订阅 记得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